本篇为直播教学剪辑图文版 详细说明,请至直播分类观看 大家好,今天11月17日 这里是埃及投资客日记直播的频道 今天讲的主题是 我被民间上市公司砍一刀的故事 我之前的直播有说 我在2020的时候 就是,看见了房地产一定会上涨 没有任何一间银行要借给我 我找了30间 30间银行好不好 那当时呢? 找到最后,只好找民间租赁公司 哪一家,我们就不要说了 两个字,令人生气 那个都讲好了 借款的金额都讲好了 连设定金额都讲好了 不要怀疑 地争不动产也设定好 设定好之后呢,在拨款前 业务告诉我 他们的审查有很多疑虑 好担心,好害怕 种种理由,所以要涨利息 你有看过这一种吗? 就是所有东西都谈好了 然后你连房子都抵押 设定都设定好了 结果,后面说他的审查好害怕 好担心,还有好多疑问 他的人生,有好多的疑问 难怪一辈子,是审查 是不是,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我就跟他说不要了 他瞬间亏了两三万 后来听说是六万 我叫业务 我这个邪恶的投资客呢 当然是叫业务自己吞下去 是不是哪有人搞到最后设定完之后 什么都讲好了 设定都设定好 只差拨款 要涨利息的 有没有看过 没有错别怀疑 这个不是只有银行会干这个事情 银行也是会干这种事情 大概报一个数给你 后面审查之后 就会涨利息 砍年限 没有错你放心 民间公司也会干这种事 民间租赁公司也会干这种事 所以呢 业务就自己吞下去 我叫业务自己吞下去嘛 是不是 你以为客户真的很缺啊 是不是 我只是要拿去再买房子而已 是不是 然后我就去台北 把那个图销资料 自己跑去台北 然后把图销拿到 变表 同意书 设定书 拿到台北以外的 现实涂销 浪费了我一整天的时间 是不是 然后拿到地证 花了八小时 把它涂销 就这样子 反正 这种待放单位 不管是银行也好 民间租赁公司也好 尤其是民间租赁公司 真的是令人讨厌 你如果说不要做的话 就不要做 不要设定完之后 再告诉客户 不要做 是不是 应该说 不是不要做 安安一声 晋级的投资客上线 哈哈哈哈 这么晚了还在 那 那我就是那个 贷款送多了 被砍的那一个嘛 就是民间租赁公司的 这些审查 真的是脑子有病 不是我要讲 都设定完了 谈好条件了 给你涨利息 你有没有看过 我永远记得 他给我的利息 是年利率13% 13% 你不用怀疑 那些年 为了赌2020疯狂的印钞票会上涨 我跟民间公司借款的 趴数是13% 直接告诉你 年利率13% 就是额 一分利多一点 传说中的一分利多一点 当然手续费比较高 就这样子 就是趁你 好像是趁 趁火打劫 顺便打劫你一下 哎 他可能不知道 其实呢 我资金很充裕 所以直接 叫业务吞下去 给我吞下去 他们就吞下去了 那个图销证明 直接给我 有没有看过 谈好了 设定好了 要放款了 然后说 审查好害怕 好 那就取消 我就去台北 他就还给我 这些设定好的东西 当然业务单位 你就自己吞下去 我怎么知道 你的审查部门有问题 就是这样子 后来呢 当然我们转过头去 老样子嘛 找他最大的 竞争对手 是哪一间 我们就打给他 对方报多少 可不可以做 对方也是很厉害 对方报多少给你 没有错 对方这个金额 我们也可以做 那我们再给你便宜1% 对后来 就做了12% 就是这样子 后来借多少 就赚多少嘛 这个之前的直播 都讲了 反正2020 你敢冲的人 借多少 后面就是赚多少 就这样子 借1000万 赚1000万 借2000万 赚2000万 因为后来 2021年末 涨了嘛 啊 就是这样子 我要表达 就是说 其实呢 没事不要乱猜测 客户是不是 客户会答应你 不要随便预测 皇上的想法 拖出去砍了 不是应该说 不要随便猜测 客户有钱没钱 或者是故意 要砍客户一刀 这很明显 就是要砍客户一刀嘛 我们就让他 砍到失败 就是这样子 自己吞下去 那个两三万 那因为 各行各业 其实都是有竞争的啦 转过头去 其实你不行的 竞争对手都做了啦 就是这么简单 这就是那些年找民间公司的故事 你比较贵 后面还想涨 那当然是把你砍掉 别人就说他可以做 我就给他做 这个就是真相 这个就是真相 你不做的 别人就会做 这个会发生 什么事情呢 就是底下的业务 要业绩嘛 顶层顶层的 这些这些总经理 经理啊 一直逼底下的业务 跟业务主管做 但是中层的呢 中层的审查 一直挡一直挡一直挡 最后底下的没业绩 久了之后 就没有人要做了 我已离职负责嘛 一直都没业绩 最后 这个公司会干嘛 会改规则 我们就不要告诉他 哈哈 就这样子 业绩 为什么会烂 其实有一部分 不对 有很大的一部分 烂在审查 你不用怀疑 就是烂在审查 对不对 总是担心客户会倒 总是担心很多问题 我压的是不动产 请先搞清楚 哈哈 我压的是不动产 不是应收账款 好吗 好不好 搞不太清楚 我们压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压的是我的存钱筒 就是这样子 存钱筒里面 还有钱 就是这样子 不是说 别人开给我的一张 空白支票 是的 别人是会跳票的 是不是那些什么票 什么票 应收账款啊 票是不是更危险 是的 他们好像搞不太清楚 那今天这一段 就播到这里 所以说 其实呢 这个贷款 不管你从银行 从民间租赁公司 其实都有很多的困难 对你要过很多关 业务关 一定是想做的 上层一定是想做的 中间那一层 叫做审查啦 什么什么 安全部门啊 一大堆鸟部门的 他们会挡 他们会挡 过五关斩六将 确实是 以为我关羽吗 所以你失败了 不用担心 你生气的话 就像我一样 转过头去看一下 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 这个叫做 SWAT分析 哈哈 SWAT分析 大家去学一下 什么叫做SWAT分析 你的产品有哪些优势 你的劣势是什么 你的竞争对手是谁 就会组成至少四个向线 嘿是不是 我们就照这个方式去 我是气管气面 我会不知道你在玩什么吗 是不是 我会不知道 你要杀客户一刀吗 是不是 又当我们是塑胶做的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去找你的竞争对手 反正 你的竞争对手 在你的基础之上 都是可以做的 不就跟银行贷款一样 你不答应我 我找你的竞争对手啊 是不是 找了就做了 缺业绩这件事情 是每一个业务单位都会有的 只是说 只是说 你要看清楚 客户的实力在哪里 客户压的是什么东西 压不动产 我也不知道要担心什么 你又没有办法抄贷 你估一千万 你最多只能带到一千万 是的没有错 民间公司 最多做到百分之一百 顶多百分之一百多一点 但是 它还是会在估价的范围里 所以 他们有没有在做风险管控 答案是有的 所以 你要带到百分之一百 就只能找银行以外的单位 但是 银行以外的单位 有些单位业务都说 这个审查的主管 是银行退下来的 啊 靠嘛 要银行退下来 就好好退休 不要阻碍我们年轻人的道路 好不好 我都付了比较多的利息 你还用银行的标准给我审查 是我有问题 还是你脑子有问题 听得懂意思吗 是我有问题 还是你有问题啊 是不是转过脑去 竞争对手都做光了 你还在那边爱 没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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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没业绩啊 是不是 当然审查 据我所知 是不被业绩的 那业务就很惨 业务就很惨 电电电电 一直被电 一直被检讨报告 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没达标 哪有为什么 可以做的 你看不出来 都被这些 中间的问题 审查主管 或者是这个问题的 审查人员挡住了 是不是我们会不会去说 不会啊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浪费我的口水 我转过头去 找你的竞争对手 就完成了 我管你 我管你有没有业绩 是不是 我又不是没给你机会 我给你机会了 你的审查 脑子有水吧 好不好 很多审查年纪都很大 就不知道在保守什么东西 你在保守什么东西 我这个东西 我这个杯子 有没有 我的杯子 我的杯子 我看一下我的杯子 就是我的杯子 你看我的这个杯子 有没有一千万 一千万 一千万 贷款九百万 有什么问题 贷款九百 贷款一千 有什么问题 业务 业务会不会打审查人员 什么打 拿枪要是 没有法律这个东西 业务早就拿枪 直接把它 把这些审查人员 毙了 好不好 是不是业务 会比较接近客户 高层呢 因为距离太远 那高层 其实也很厉害 基本上也是投资客 听得懂意思吗 中间的审查呢 有点像上班族那种等级 然后我不要做错事 我不要做错事 我不要做错事 反正我又不被业绩 哎嘿 是不是我就给 你随便咕咕 有些审查人员 就是这样混的 你不要怀疑 如果你面器不好 遇到这种 换衣间 还阔天空 不要太伤心 你不要觉得 你家的像这个 你看这个 一千万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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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估的比银行还低 他估五百万是怎么样 哈哈哈哈 换衣间就可以了 然后 这个业务业绩就挂掉 好 就这样子 然后就被检讨了 检讨久了 他们就会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之后 就会把这个审查换掉了 不用担心 审查也是可以换的 好不好 是不是上级告诉你 孤高一点 或者是上级告诉你 重孤 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孤的东西 太夸张的低麻 我要做你懂意思没有 我总不能直接说 我要做嘛 你给我改 当然是说 爱叫你重孤嘛 重孤的意思 听懂了没有 你如果常常上级交办 你都不重孤 底下的业务跟你反应 这个太夸张了 你也不改 爱不用担心 很快你就会被换掉了 不换掉你的公司 永远没有业绩 你要业绩吗 你要业绩吗 哈哈哈哈 估价审查 请做好 所以审查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尤其是他们的估价能力 怎么会弱成这样 哈哈哈哈 1000万可以估成500万 我是佩服 好吧 就是有你们这样的角色 银行才有机会吗 就是有你们这样的角色 竞争对手 才会常常把你干趴 就是有你这样的审查 是不是业务才没有业绩 才需要常常召开检讨大会 天天检讨 月月检讨 然后新人进去之后 全部阵亡 为什么 反正怎么送都不会过 我辞职已是负责 我现在告诉你年轻人 年轻人的想法就是这样 反正我做不好 没关系 我辞职已是负责 这样可以吧 是不是多么的有责任感好不好 你不要小看这些零零后了 好不好 就一句话啦 做不好 我辞职已是负责 这是我 这是我今年听到最感动的话 我辞职已是负责 负责多么的快速 明天就不来了 就这样子 今天就播到这 希望你如果贷款失败 不要太伤心了 有时候 其实也不是你的问题 是这些审查 本来就有病了好不好 这有什么病 我不敢放款的病 不敢放款的病哦 好害怕哦 好担心 等一下公司检讨到我怎么办 万一客户倒了怎么办 那你就不要做这个职业好不好 有一种职业叫做军工教 或者是做业员 你当审查做什么呢 审查什么东西 审查到业务都挂掉了 审查到公司都来督导检讨 为什么没业绩 爱是不是 就是这样子 今天就播到这 大家去找一个 反正 贷款这种是事情呢 哪里比较OK 就往哪里去 常常去的好不好 我一间房子贷款 都可以找二三十间银行了 不用担心 你这种你这个 这种小事情 小事情好不好 要再融资更多的往民间公司移动 因为银行的额度是被锁死的 其实银行也很想做 他们听我讲完之后 其实都会觉得不动产操作是无敌的 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有被限制 我紧箍咒 妈的 我孙悟空 竟然带紧箍咒 这就是银行的现况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找猪八戒杀物 是不是 或者是直接找他的老板 爱这个如来佛祖之类的 一切都不是问题 看我一掌 把那个猴子拍下去 爱就是这样子 今天就播到这里 拜拜 本篇为直播教学 剪辑图文版 详细说明 请至直播分类观看